早晨,今天是8月29日,星期三早上 恆生指數暫時都徘徊在28300.50天線左右的水平 假夜美股沒有甚麼特別事發生 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簽訂了新的貿易協議 停止貿易戰,對於整體市場氣氛都有所改善 日文幣里岸家暫時站在6.8,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 預期後市都是震盪向上 內房和內險應該都還會走上 留意一下